第八十一章 一鍋炒起 正當羅玉文還在想 陳卓是否在生氣的時候 系統已經作出反擊 宿主再如此操勞 本系統理應作出超遇切反擊 但陳卓根本就不受這一套 還發瘋地罵 陳卓越鬧越激動 越鬧越扯火 系統正在釋放小幅度電擊 當堂陳卓整個人在抽搐 羅玉文第一次跳過州外國和陳卓接觸 搞到突然間 都不知應該怎樣和他相處 於是他又問孫院長 孫院長 你是醫生 你看一下陳卓是否發作 孫院長就很無語地說 你不要看著我 我醫的都是正常人 總之他我未接觸過 應對系統的電擊威脅 陳卓從來都不會復書 在地上站起來 走出病房 一路被系統電到不停滑 一路我嘴就不停在罵 你們想不會透過 我的系統也要料到 請宿主向本系統道歉 到我們的都是 closer 系統消音단 beruf 嘗嘗嘗嘗嘗嘗嘗陳卓 怎知他只是碰了陳卓的手一下 系統釋放的電流 就將整個彈開 被彈開的羅玉文 就保持著伸手的姿勢 全身好像發揚電話在陣 系統正在錄入陳卓語錄 厄屎啦你陳卓 你再罵我 本系統再也不會幫你 厄屎呀 厄屎呀 仔細說 殺死你四白痴 他 precision 系統拼命地敲神 陳卓被一爆發 傳自 grup老大 merge 聽不清楚 一路罵就一路走出醫院 吐嘗話聲一路延續把陳卦插著苦雲出來 出醫院搜絆長和ungsal 就目送陈卓离开 孙院长就说 啊 陈大师在那里骂谁呢 南洋子就回答他 嗯 听他的意思应该不是我们 孙院长就好同情地望着罗司长 哎 陈大师的行事作风 我的确看不明白 南洋子就说 告人 岂能是你我所能了解的 而罗玉文就很惨 躺在一张病床上 抽搐到像癫癫法作一样 在医院出来 陈卓骑着大猫 一路上就拼命地骂 粗口都爆了 听到他的骂人声 连街上那些本来想出来作奸犯科的鬼物 一只二只连屁都不敢放多一个 不过很快 系统不再跟一个疯狂人计较 任得陈卓好像一个胜利者一样 来到青山精神病院的门口 陈卓那只大猫就停下了脚步 但是三更半夜 青山精神病院的大门是开住的 好奇怪 陈卓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见到精神病院的门是开住的 于是他在大猫身上爬了下来 轮轮走去门卫室那里 门卫室里面的保安就回到脚步一声 头顶上面还盘旋着一圈的阴气 陈卓一路回来就一路被系统电 电到他现在鬼死这么清醒 于是他就来立即跑去自己的房子前面 在月光下面 他临走之前锁住了那扇门 扇门还在 陈卓没理到那么多 供在屋子里面 按了个灯锁 不过灯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陈卓就扭起眼睛 小心热热地走去棺材的方位 走了两步 他后面突然叫啪一声 系统眼部加成夜视眼 在黑暗里面 陈卓的两只眼睛就闪出绿光 屋里面的情况变得清晰可见 雪白的场面被人潑了黑红色的血 那副大青铜冠 也都打側 躺在地上 角落头摆着那堆零食 就被人拆散了 弄到皱屋都是 他那些手跟牙刷 洗凉根 还有那些离不及穿的新衣服 全部都被人摔得碎吞吞 劈在地上 刚才他踩到东西 他下面啪啪的声 就是来自于灯膽的残渣 他额高的头 就见到一盏灯没了灯膽 只剩下灯座 吊在天花板上摔摔摔摔 这样的景象就说明 有人趁他不在 一锅炒起了他的斗 第八十二章 隻眼开隻眼闭 见到自己的斗被人炒起了 陈翠惹怒到两只手握住拳头 原地在地上摔摔 一路拼命地罵 连声都变成了 激死我了 变鬼 走出房子里 陈翠惹对着大院大喊 邪师妹 邪师妹 这个时候 那些小鬼就走出来 好忧怨地说 他已经被震文师的人接走了 他现在是震文师的公务鬼 陈翠惹怒到原地转圈 插着一佬木棍 但又不知叩咬谁去报仇 所以只能搞到发猛争 可以创起他房子的人 陈翠惹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震文师 但没理由 土匪头整晚都和他在一起 没有作案时间 他想起 自己一直平易近人 没理由有仇人之系 究竟是哪一条弹山 竟敢死连他的斗都反转了 当然 童样这么生气的 不仅是陈翠一哥 在金海市的一个角落头 有十几个天魔教的邪教徒 聚在一起开会 会议现场的投影仪 就显示了一幅巨大的视频截图 在截图里面 陈翠 投带比卡超的针绩帽 重心向右 被一大堆粉丝促涌 红光满面笑容灿烂 各样十足十 在加纳行红地截的大明星 在会议的首位 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导人 他单手结印 控制着桌上 一个贴着黄子符的杜草人 那个杜草人 慢慢就没了生机 这个导人 又收回他的手绝 这个人 似乎有预感 所以提前走了 唉 似乎 那个披头散发的导人 很失落 我便不信 一个瘋子佬 很厉害 很厉害吗 就算有些本事 难道我们几个加上 真的搞不成功 算我说 是你们太过小心了 真 很厉害吗 了得法师 北空境界的高手 就碎了在这个瘋子佬手上 那你说这个瘋子佬 巴不巴闭 这个瘋子佬的实力 起码都在北空境界之上 在座的这么多位 最高 都是刚刚突破了北空境界 以我们的能力 和这个瘋子佬正面冲突的话 死的便是一样我们 嘿 那就是理不了那么多了 堂堂天魔教 搞不掉那瘋子佬 传到出去 任少九都吠了 刘老弟 现在很快就来中元节了 总坛下令 所有东西都要以中元节为主 听说今年的中元节 五阶南桥境以上的修者 都可以进入鬼界交换物品 那到时 修为大幅提升 你还用怕搞不掉那瘋子佬 我不理那么多 总之我这边 已经安排了一些手段 去对付陈卓的了 就算做不掉他 一样可以搞到他周身矮 陈卓在精神病大院里面 发颠发了一大烂餐 但是 又找不到 起他那瘋子的人 于是 就只能够扯了喊怒 走入住院部那栋楼 他之前住那间病房 现在医院 已经安排了一个重症精神病患者 进去住 但是陈卓 又理得你这么多 扎着他三领 又一手拼了他去病房 然后满腔怨气地摊到自己 曾经睡过的床上 而医院那些医生护士 就手忙脚乱 但是又静悄悄地 帮那个重症精神病人换地方住 怕死打扰到陈卓 第二天一早 那天刚刚光 陈卓是拿着那只不属于自己的饭兜 走到饭堂吃饭 而青山精神病院外面 就来了一大批他的粉丝 都是过来探他 昨天陈卓 带着比卡超针迹母那段视频 在网上爆了 甚至有网友 还造成鬼畜版 在B站播放两个过百晚 吸引了一大批粉丝的关注 于是 早上精神病院都还未开放探视 就已经有整大批粉丝 涌过来门口 说要探望陈卓 所以迫着陈卓 一早要出来营业 对着这群主动带来礼物 来探望他的人 陈卓暂时忘记了 他的屋子被人炒了这些坏东西 杀熟狗头走出来 而这群粉丝 消息亦都很灵通 不知在哪里打听到 陈卓的屋子被人破坏了的消息 不过他们是坏的 知就算了 明知陈卓的屋子都没有了 还要问出口 在精神病院外面 有一个女孩隔着栋铁栏 傻傻傻傻傻 愚愚愚愚问出口 陈卓呀 你屋子是不是被人弄坏了 陈卓面上的笑容 立刻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消散了下去 陈卓呀 你不要不开心啦 你不开心 我们都会不开心的 是啊是啊 陈卓呀 你要开心点啊 如果你不开心呢 就適合坏人的心意的啦 陈卓呀 我们夹钱帮你买了些傢俬呀 一会应该会送来的啦 我们到时 布置一间新屋呀 在人群里面 有一个女孩 就拿着一大包零食 逼着一位铁栏门那里 陈卓 你看一下 我特意打听过 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零食 你要开心点啊 全部给我的 陈卓当堂我两眼发光 一手就拿了些零食过来 虽然 青山精神病院禁止探视的粉丝 送食物给陈卓的 但避免的粉丝够主动 陈卓更主动呢 你够胆不让他拿吗 你够胆不让陈卓要吗 到时他茅起上来 典藏典脊 瘤地发烂宅 那间精神病院还不鸡飞狗走 陈卓现在是网络的大红人 谁敢得罪他 他不停地开启声 在网络上 已经可以福予翻云 所以对于这条禁令 医护人员 也唯有只眼开 只眼闭